小米 將於本週三 公布首季業績 智能手機業務的利潤率表現受關注 美銀證券認為 小米捱過增長減弱後 利潤有望改善 儘管其硬件產品銷售轉差 但利潤水平應能提高 因此上條期首季實際營運收益 預期13%至17億元人民幣 該行把小米平級由跑輸大市上條至中性 因硬件利潤向上及互聯網業務穩定 但因智能手機需求減少及電動車增長動力疲弱 令估值受限 該行把小米今年盈利預測調高16% 並未調期2024年至2025年盈利預測 目標價由8.6元升至11.9元 美銀表示 硬件供應鏈已度過最差時期 經過4-5季的庫存調整後 需求應已穩定 加上材料成本降低 對供應商的倚價能力上升 應令利潤提高 電動車繼續產生成本負擔 同時市場競爭激烈會令其估值從股水平受限 然而電動車業務的潛在利好進展應可帶動短期反彈 多間大行早前 已就小米手櫃業績發表報告 大摩認為 小米手櫃業績或可顯示其智能手機業務在需求疲弱下 仍有恢復利潤的潛力 若有利好消息 應會成為該股走勢的關鍵驅動力 摩通預料 小米手櫃營運利潤有上升空間 受惠於成本控制及無利率穩健 並相信有關情況可望在今年持續 招銀國際認為 小米智能手機的無利率及經營效率提升 可抵消皮藥的銷售 相信隨著庫存改善及無利率回升 盈利表現將改善 另一方面 快手 01024 今天公布首季業績 都盛預料快手收入增長18% 正規選率由去年首季的18%收窄至1.3% 相信隨第二季市況開始復甦 及整體廣告市佔率續增 以及集團盈利能力目標 在第二季收支平衡 目前該股股值吸引 大摩漢好快手電商 及廣告市佔率繼續提升 與抖音的差距可望拉近 可不可以 至少